不少遊客朝聖拍照 而這個地方最近赤資了 300萬打造滑水道 但就在開幕儀式上 特別設置了一個 說是台灣英雄銅像 沒有想到銅像上 居然是前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 不但民眾罵翻了 市長林又昌也認為不恰當 趕緊跟業者協調 把這銅像給拆掉改成正數 讓溫家寶在基隆 只當了一天的台灣英雄 請節目 基隆百萬水上樂園開幕了 不過節目的銅像 竟然是前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 手上拎了雙鞋子 站在台灣英雄的碑台上 高喊和諧 主辦單位說 用意是要強調兩岸的和諧 所以放了溫家寶的銅像 只是溫家寶寶寶 變台灣英雄 可嚇壞不少人 輿論宣騰 基隆市長趕緊協調業者 連夜撤走了溫家寶銅像 趕緊改中數 促進和諧 覺得我們就是和諧 然後一切就是和諧 用和諧的概念 來看待每件事情 要替對方想 溫家寶寶寶在台灣頭 只當了一天台灣英雄 未來都會變成樹木 代打上陣 廣告總經理說 不會把銅像銷毀 會放在私人的場所 不會委屈 一切為的就是和諧 我們半夜就把它移除了 然後把它搬到 我們的收藏館去了 因為造成大家爭議 真的不好意思 溫家寶台灣英雄杯 在台灣瘋狂不到24小時 就和大家告別 雖然園區用意不是為了宣傳 卻還是創造了另類話題 記者蔡智辰 基隆報導